撒加利亚书第九章 以下是耶和华的末世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德拉地 落在大马士革 世人的眼睛和以色列各支派都仰望耶和华 又临到大马士革边界的哈马 还有推罗、西顿 尽管他们有极大的智慧 推罗为自己建造了堡垒 堆积银子多如沉沙 积聚津津多如街上的泥土 看啊 主必夺去他的一切 摧毁他海上的势力 他必被火吞灭 雅石基伦看见了就必害怕 加萨看见了也必非常痛苦 以格伦因失去盼望而蒙羞 加萨的王必灭亡 雅石基伦必不再有人居住 混杂的种族必住在雅石图 我必除掉非利士人的骄傲 我必除去他们口中的血 和他们牙齿间可赠之物 余生下来的人要归于我们的神 像犹大的一族 以格伦人也必像耶布斯人一样 我必在我的家四围安营 不容敌军出入往来 欺压人的不能再侵犯我的子民 因我现在亲眼看顾他们 西安的居民 要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居民 应当欢呼 看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 他是公义的 是得胜的 他又是温柔的 他骑着驴 骑的是小驴 我必从以法连除掉战车 从伊路撒冷除掉战马 征战的功必被除掉 他要向列国宣讲和平 他的统治权 必从这海延伸到那海 从诱发拉底河直到地极 西安啊 至于你 因着我与你立约的血 我把你中间被囚禁的人 从无水的坑里释放出来 你们被囚仍有盼望的人啊 要归回保障 今天我要宣告 我必加倍补偿给你 我把犹那做我手上拉开的弓 把伊法连做弓上的剑 西安啊 我必激动你的众子 去攻击希腊的众子 我必使你像永世的刀剑 耶和华必在他子民头上显现 他的剑必像闪电一般射出 主耶和华必吹起号角 乘着南方的暴风而行 万军之耶和华必护卫他们 他们要用投石器 投石脱灭和制服敌人 他们必喝血 并且宣扬像喝醉了酒一样 他们必像献祭用的碗盛满了血 又像祭坛的脚沾满了血 到那日 耶和华他们的神必拯救他们 待他的子民好像羊群一样 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 闪耀在他的地上 他们将是多么的善 多么的美 乌骨和新旧使少男少女生气蓬勃